人們很好 美國漂亮 會很好 波蘭國會大選15日重磅登場 事實上這場選戰被不少人視為歐洲今年最重要的選舉 因為結果將牽動已經熬戰一年多的俄乌戰爭 如今投票時間截止出口民調出爐 數據顯示前歐盟理事會主席 圖斯克領導的公民聯盟和兩個小黨將取得過半席次 贏過執政的極右翼和民粹主義政黨 消息一出反對派政黨紛紛大舉慶祝 波蘭在現任執政法律正義黨的領導下 因為司法獨立性別議題以及移民危機等問題 和歐盟關係多次陷入緊繃 這掀起許多民眾不滿 反對黨也警告法律正義黨 可能會使波蘭不上脫離歐盟之路 非常多的改變 因為現在的事情在北京 是不滿意的 對我們不滿意的 我們期待回復的平衡 我們期待回復的平衡 平衡的平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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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由於俄乌戰士威脅 歐盟和華府都密切關注這場選舉 不過無論是執政黨 還是波蘭的主流在野黨 都支持繼續提供烏克蘭軍事和後勤支援 環宇新聞社會宣布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